魔法奇花園 韓斯特小姐的狗阿菲 已經連續咬了她親愛的表姐尤尼斯六次了 所以當韓小姐收到尤尼斯的邀請韓時 一點都不驚訝自己會讀到這句話 助記請把你的狗留在家裡 於是韓小姐出門當天請艾倫來陪伴阿菲 並且在下午帶她去散步 韓小姐才剛離開 阿菲就衝進客廳 她喜歡在椅子上亂咬東西 把抱枕的棉絮全抖出來 可是艾倫早就準備好了 她整個早上都不讓阿菲尖尖的小牙齒 有機會碰到任何家具 阿菲終於最後終於放棄了 她累得呼呼大睡 阿菲也趁機小睡一下 不過她得先把自己的帽子塞進衣服裡 因為帽子是阿菲最喜歡咬的東西 一小時後 一小時後 艾倫突然驚醒 因為阿菲咬了她的鼻子一口 這隻沒規矩的狗想去散步了 艾倫一繫好皮帶 阿菲就急忙 拉著她衝出屋子 她們散步的時候 發現路的另一邊有座白色小橋 艾倫決定帶阿菲過去瞧一瞧 過了那座橋 走了一小段路 艾倫停下來讀一個告示牌 上面寫著 絕對絕對不准帶狗進花園 告示牌的下方署名 魔法棋 退休魔法師 告示牌後面有一道被藤蔓覆蓋的牆 和一扇開啟的門 艾倫很謹慎地遵守警告 轉身打算離開 但就在那時候 阿菲突然用力一拉 掙脫了項圈 然後穿越那扇門向前狂奔 艾倫趕緊追過去 艾倫大叫 阿菲別跑 你這隻調皮的狗 可是那隻狗根本不理他 牠們跑過被樹蔭覆蓋的小徑 穿越陽光朴躁的草地 一路跑進花園深處 艾倫終於快要追追上阿菲了 但是就在他要伸手抓住阿菲時 卻不小心滑了一跤 阿菲汪汪叫了幾聲 像是在嘲笑他 然後便消失得無影無蹤 艾倫慢慢爬起來 牠知道自己必須在魔法奇先生 發現阿菲以前 先找到那隻狗 雖然又累又痛 牠還是繼續朝那隻狗的方向快跑 跑了好長一段路以後 艾倫打算放棄了 牠擔心自己再也找不回阿菲 可是就在那時候 牠發現了清楚的狗角印 牠慢慢追蹤小徑上的足跡 走進一座森林 泥土小徑的鏡頭 連接著一條紅磚步道 小印到這裡就消失了 不過艾倫相信阿菲一定就在前面 艾倫開始快跑 牠看見前面有塊空地 但是等牠衝出森林後 又馬上停下來 彷彿自己差點兒 就要撞上牆壁 牠看見一幅令人震驚的景象 那是魔法奇的房子 艾倫提心吊膽地爬上大階梯 牠相信阿菲一定是跑來這裡 而且被抓起來了 艾倫走到大門前 一顆心噗通噗通跳得好厲害 牠深呼吸了一口氣 準備按門鈴 可是牠的手還沒碰到門鈴 門就開了 玄關上有個人影 是魔法奇大師 牠這麼說 歡迎請進 艾倫跟著魔法奇走進一個大房間 魔法師一轉身 艾倫便馬上為阿菲闖進花園的事道歉 艾倫很有禮貌地問魔法奇先生 牠能不能把阿菲帶回去 魔法奇很仔細地聽 然後笑著說 你當然可以把你的小阿菲帶回去 跟我來吧 說完 牠便走向大門帶領艾倫來到屋外 牠們走過一片草地 魔法奇突然在一群鴨子前面停下腳步 用抱怨的語氣大聲說 我最討厭狗 牠們拔出我的花 啃壞我的樹 你知道我發現狗石會怎麼做嗎 怎麼做 艾倫小聲問 牠幾乎不敢聽魔法奇的回答 我會把牠們變成鴨子 魔法奇大聲咆哮 艾倫好害怕 有一隻鴨子向牠飛過來 魔法奇說 那就是你的阿菲 艾倫懇求魔法奇把阿菲變回來 不可能 魔法奇回答 時間到了牠就會變回去 可能要好幾年 也可能只要一天 現在帶著你的寶貝鴨子離開吧 別再來了 艾倫把鴨子抱在懷裡 鴨子卻想咬牠 好傢伙 艾倫難過的拍拍鴨子的頭說 你還是老樣子 牠眼中含著淚水 一路走回家 還聽見魔法奇在牠身後 哈哈大笑 快走到階梯時 突然刮起一陣風 吹走艾倫的帽子 艾倫邊跑邊伸出一隻手要去抓帽子 卻因為這樣沒有辦法報警阿菲 結果那隻鴨子 就拍拍翅膀飛了起來 並且一口咬走艾倫的帽子 鴨子沒有落地 反而越飛越高 越飛越高 然後消失在傍晚的雲裡 艾倫呆呆站著 望著空蕩蕩的天空 再見了我的老朋友 她難過的叫喊 她相信阿菲再也不會出現 但至少她還有東西可以咬 艾倫一步步慢慢走回花園的大門 穿過那座橋 等她回到韓小姐家的時候 太陽已經下山了 屋裡的燈亮著 她知道韓小姐回來了 她懷著沉重的心情走向大門 不知道韓小姐聽到阿菲不見的消息 會有什麼反應 韓小姐一開門 艾倫就忍不住把這趟 令人難以相信的遭遇告訴她 她忍不住哭了 可是就在這時候 有隻狗從廚房跑出來 鼻子還沾著食物 是阿菲? 艾倫不敢相信自己所看見的事 我想魔法奇先生 只是跟你玩了個小把戲 韓小姐忍不住笑出來 我回家的時候 阿菲就在前院 她應該是在你和魔法奇先生 說話的時候就自己回來了 艾倫你看 根本沒有人可以把狗變成鴨子 那位老魔術師 只是讓你誤以為 那隻鴨子就是阿菲 艾倫覺得自己好笨 她下定決心 再也不要被人愚弄了 而且她也已經過了 還可以相信魔術的年紀 韓小姐站在門廊上 看著艾倫向她揮手道別 一路跑回家 然後叫換正在院子裡 跑來跑去的阿菲 阿菲嘴裡咬著東西 快步跑上階梯 她把東西放在韓小姐腳邊 嘿!你這隻調皮的狗 韓小姐說 你咬艾倫的帽子做什麼呢? 結束